近期,社群平台TikTok上的几段自动送货机器人被恶意破坏的视频迅速传播开来,视频中有人踢倒送货机器人,甚至偷走他身上的产品,有人在机器人面前甚至做出不雅行为,使用自动驾驶送货技术的企业陆续遭受影响。